居然給我吃出了 芒果的味道 MD2 哈嘍 大家好 哈嘍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要來做第二次的 這個盲測 上次呢 我做的這個盲測 這個MD2明天可能是不夠熟的關係 今天這個是我自己種的MD2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種MD2 所以我沒有必要講 我去磨黑MD2 就是純粹的買測 我們現在就跟它切開了 來試試看吧 已經切好了 當我切的時候呢 發現這個黃泥我最種呢 跟上次我買回來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我最種的黃泥呢 它切的時候它是成熟的 上次我買來的是它是整個青色 它只是夠水 這個的話呢 我就放它在樹上熟成 熟到變成 orange色 算是100%熟了啦 這個也是100%熟 然後我們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發現呢 黃泥味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水晶黃泥比較重 這個的話呢 黃泥味 MD2的話 黃泥味 不怎麼重 可是我們切的時候我就可以發現它呢 它這個MD2黃泥呢 它會比較細膩 纖維沒有這麼厚 沒有這麼粗 然後你切的時候會有那種 雪梨的感覺 你們有沒有吃過雪梨 它有那種很綿膩的那種感覺 切的時候 然後我們現在就跟它切片出來吃啦 今天這次就不滿色了 等一下呢 我們就順便也把這個MD2做成黃泥乾 兩個汁水方面呢 其實都是一樣 只要你夠成熟啊 它都是會有很多汁水 夠新鮮的話 這個MD2的黃泥味真的沒有那麼重 很淡很淡的味道 已經處理完畢了 在我的左手邊呢 就是MD2 在我的右手邊呢 這個就是水晶黃泥 這兩個黃泥呢 都是在樹上熟成的 所以就不存在不公平的方面啦 因為上次很多人講 我不公平 哪一粒不熟的跟一粒熟的 其實在外面你在市場 外面能買到的就是像這種 它不熟就踩下來 然後放了可能五六天 它就熟 你在外面買的多數都是這種情況 不過這次我呢 就拿了這兩個熟的來做比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的差別 很明顯呢 MD2它的顏色會比較淺一點 然後水晶黃泥呢 它就會深一點 細膩度方面來講的話 MD2會比較細膩 然後水晶黃泥的話 會比較纖維的話 會比較粗一點 我們來試試看啊 OK 口感方面呢 MD2的話它真的會有那種綿密的感覺 然後味道的話 沒有像上次的那麼酸 因為它已經熟了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點酸甜酸甜的感覺 就是很正常 但是它的纖維呢真的很細 比較幼嫩的感覺 有一點那種吃雪梨的 你們有沒有吃過雪梨啊 有那種吃雪梨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來 束口 束口再試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是水晶黃泥啊 所以我已經吃到兔了 OK 水晶黃泥的話 它的黃泥味會偏重 剛才這個的話 水晶它的黃泥味沒有這麼重 然後纖維會稍微粗一點點 但是也不想粗 但是因為跟這個比的話 你注意看 它的這個 這個 纖維很膩 這個的話 纖維會稍微粗一點 甜味啊 香味啊 都是水晶黃泥比較優勝 但是口感啊 方面的話 會是MD2比較好 就價格來講說的話 水晶黃泥的話 性價比會比較高 MD2的話呢 它的價錢的話 可能在2到3倍 今天試試到這邊了 我們再見 我們拿這個新來看 嗯 居然給我吃出了 芒果的味道 MD2 它的真的很細膩啊 它的纖維感沒有這麼重 它很細膩的感覺 蛤 蛤 然後呢 大家 如果你買了黃泥之後呢 它這個頭 不要丟掉 你這個下面的葉子啊 你稍微霸掉一點點 這裡的話 它就會有一點點根了的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你注意看 它這邊有根 它會生根出來的 這個頭呢 就是它的那個中 就是這樣啦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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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愛